各位UKAR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天 聽到這個聲音就知道我們又來到利寶國際賽車場 而這次我們所要做的賽道測試單元 所測試的車種是福斯全新導入台灣的性能修旅 提光啦 說到提光大家都知道這是福斯非常標準的一台中型休旅車 所以呢它最注重的是家庭機能 包括它的後箱空間以及後座空間 而休旅的高度呢 它也適合在一般市區通勤的時候 有一個非常不錯的視野 上下車也都非常方便 但是這並不代表說提光它會沒有性能 或是針對這輛車直接推出了最高性能的R版本 除了動力搭載跟Golf R相同的320匹引擎以外 當然四輪驅動系統這些也全部都是最新世代的標準 讓這台車它也可以變得非常有超價樂趣 那麼提光R當然它的整體基礎還是一輛提光 不過呢從細部來看起來 其實這輛車它有非常多與眾不同之處 像是R版的空力套件 黑版的後擾流液 還有後式靜蓋 外擴式的輪拱 重點是鋁圈以及R字樣的徽標 這些都讓這輛車在外觀看起來 性能是非常高漲的 那內裝的部分 當然這個機能感是非常充足的 包括它所搭載的第三代MIB模組娛樂系統 10.25吋的柱位儀表 還有全觸控的三區恆溫空調介面 這些呢都讓它的科技感是變得非常持足 重點是在其他安全配備的部分 像是IQ Lite 矩陣式頭燈系統 還有就是IQ Drive 智慧駕駛輔助系統 這些東西呢都讓這輛車 它同時也具備了足夠安全性 而在試聽的部分另外還有 還有搭載荷門卡的音響 讓你在整個舒適度跟安全性上面 都有非常高的一個完整的表現 那當然這輛車在操控的部分 我們這次把這輛車拉來力保國際賽車場 在專業的場地裡面 請到專業試車手陳亦凡 讓他來告訴我們 這輛車實際跑起來的感受是如何 那麼剛剛經過亦凡的測試之後呢 他做出了一個非常厲害的單圈 2分04秒 我們就來問問看亦凡他對於這輛車的心得 那麼剛剛你在開這輛車的時候 你覺得你的第一印象感覺如何 第一個出去的感覺就是它的動力 其實動力來說是很不錯的 我覺得它有一個貼背感在 可是它不是因為懸吊軟的貼背感 它是真的動力扭力往前拉的那個感覺 再來就是進第一個彎的時候 因為沒有碰過這輛車 感覺動態就會比較模糊一點 不過它進去的穩定度我覺得 它是不錯的 它不會側傾很多 它也不會說推頭啊滑 我覺得一轉它前面就跟著過 後輪也不會說因為走距很長 然後拖泥帶水 後輪在擺正的速度其實也是有的 下車的部分其實我蠻驚訝的 因為車子這麼大 這麼龐大這麼重 可是它的下車並不會甩推很嚴重 大概push三四圈都還OK 再加上這種天氣這麼熱 所以其實它的煞車比一般 可能小型休旅好很多 不然我們側傾它車其實蠻多 都會大概第二圈就開始衰退 那當然它在二三彎就會考慮到 很多的主軸變換的動態 主軸變換動態其實它不像一般的 休旅車那樣會側傾很多 然後你在轉換的時候要等 你要轉了之後 然後車子要慢慢的再回正之後 它頭才會進來 你可以讓它稍微 下車頂著頭車子就會進來 有點像一般先輩那種感覺 那因為一般先輩的話 它車子輕輕所以靈活 點著頭就近 那它也有這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超乎我的想像 真的 那你覺得在整個座高啊 座椅設定這些感覺呢 我覺得它座椅設定其實還蠻舒適的 它不會說硬幫忙的 它也不會為了去做調教 然後做得很低 有一定的高度在 所以你在看視野的部分 其實是很清晰的 那當然你的介面調整 那個也都很不錯 還有一點就是它的動力 我們是用賽道模式嗎 對 它的動力輸出其實 並不會太大的Delay 唯一的Delay 就是因為它的變速箱 它比較偏平常生活上使用 所以它不會像超跑那樣那麼激進 它頓挫感不會很重 有些人會覺得說 它有Turbo Lag啊什麼的 可是其實有部分的原因 是因為它的變速箱是比較順的 所以你給油在它退檔的那一瞬間 你需要稍微等一下 然後扭力才會出來 它扭力出來是順的 它不會說突然抬頭 然後車子就一直往外走 那這在你的座位 座的座姿上 其實也可以很明顯的體會到 因為你可以看到車子的角度 擺動的姿勢 可以很清楚看到你的車頭在做什麼 你會覺得它是很容易上手的一輛車嗎 我覺得還蠻容易上手的 特別是 因為我們做這個工作 其實很多人不理解的是 我們不是每台車 有一整天的時間去測試 我們其實每台車 就是碰個兩到三圈 就結束了 所以你要好上手 一看就知道了 車身的動態 能不能讓我馬上就可以說 我這裡要轉彎 這裡要近 可以碰到APEX 下一個再銜接 這個順暢度是很重要的 那我覺得它以它的交易 它的操控跟動力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經過剛剛這樣的測試 就知道說 亦凡它對於這輛車 操駕的評價有多高 除了這樣子以外 再加上原本它的機能性 讓這輛車 它既可以載著家人出遊 同時 你也可以偶爾像這樣子 下賽道來玩一下 而且重點是 你不需要去針對這輛車 去做太多的改裝 你的電話 底捷克 你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 ………. 點燃 原來 我們在燃燃 豪… 就是… 民族